Hello大家好,我是猫兵 前几天一款我个人期待了很久的游戏 由老牌动作游戏开发组 Team Ninja 操刀 基于三国背景的动作游戏 卧龙终于发售了 此前忍者组基于日本战国题材制作的两代人王 口碑很不错 我也曾先后直播通关过 因此相比其他一些新IP游戏 我原本丝毫不担心卧龙正式上线后的表现 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截至截稿日期 游戏在Steam上的评价并不好看 而招致差评的根源 则是PC版本严重的优化问题 比如吊针崩溃所分辨率 对鼠标缺少适配等等都存在 可以说光荣和忍者组 确实没有吸取当年人王暴力移植PC的教训 相比当年人王的独占后再移植 这次卧龙同步首发PC 给不少早早预购的玩家泼了盆冷水 我征询了一下身边三个平台都尝试过的朋友 确实是PC版的体验最不理想 只能说希望官方尽快推出更新补丁 让PC玩家也能享受到良好的游戏体验吧 除此以外 卧龙游戏本身的素质究竟如何呢 尤其制作人对三国和山海经等 中国题材的还原和阐释是否有新意 我将基于自己通关的体验 和大家聊聊我对卧龙的看法 耐心看完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既然是忍者组操作的游戏 我想大部分玩家最为关心的 仍是游戏的动作系统表现如何 我认为尽管卧龙的开发并没有脱离人王的大框架 但在战斗上还是做出了巨大的革新 舍弃了人王的精力条及残心回耐的机制 取而代之的是被称作画镜的系统 画镜顾名思义 是鼓励玩家在敌人的攻击即将到来前进行完美闪避 这一核心机制使得战斗节奏被大幅加快 不仅爽快还极具观赏性 如果整场战斗都能熟练的通过画镜打完 就会产生一种见招拆招四两拨千斤的爽感 此外战斗上还有一个可以极大程度降低上手门槛 但又容易被玩家忽略的功能 格挡 由于游戏自宣发以来就一直在推画镜这套系统 以至于很多玩家产生了一种 只要一直画就能一直爽的错觉 然后在不熟悉boss出招的情况下被打得狗血淋头 实际上我觉得游戏更应该引导的是 让玩家善用格挡剑 甚至都说不上是善用 因为你在战斗中一直按着格挡不放都没关系 除了会亮红灯的杀招和带属性的攻击以外 格挡可以帮玩家规避掉百分之百的伤害 格挡虽然会消耗玩家的气势 但在格挡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进行画镜的 面对boss的一些连招 一旦画镜失误就可以靠格挡来规避伤害 下一招只要画到格挡锁掉的气势就能够长回来 基本不用担心会被boss打破防 可以说格挡极大的提升了玩家在熟悉boss招式和练习画镜过程中的容错力 降低了上手门槛 画镜这套核心机制的爽点基本是每个玩家都能get到了 但随着游戏的深入和战斗评测的增多 这套战斗模式也让我产生了一些疑惑 画镜提升了主角的战斗性能 但随之一起来 但是boss的攻击性能也提升了 游戏中很多boss都是出招快硬质短 经常是一顿狂风暴雨般的进攻被我化解之后 我却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 可能仅探了A刀就要开始应对下轮的攻击闪避 连平A都难以出手 更不用提出招前摇巨大的绝招 这也导致了游戏中虽有18般兵器和大量对应的绝技 但实际体验上的差距并不大 这一点对比人王中各具特色的武器 以及各具功能的武器来说就要逊色不少了 在一周目的战斗中主动进攻带来的输出也极为有限 伤害来源主要还是靠化解杀招来对boss进行处决 在初期的爽快感过后 整体依靠化镜的战斗过程会让人感觉略显单调 且有一种制作组在逼你去用的别扭感 这应该算是本次战斗系统中略微遗憾的一点 另一个带有一点教你玩游戏意味的 就是本作起到辅助作用的士气系统 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士气带来的影响 曾试过以8士气去挑战20士气的boss 当然结果可想而知 我被几乎一刀秒杀 死状极其惨烈 于是我开始认真舔图插旗 在士气等级接近的情况下 玩家所受boss的伤害明显低了很多 而当我们士气高过boss时 甚至给人一种攻守转换的感觉 即便失误了 多挨几刀也能游刃有余 战斗难度陡然下降 士气系统我还是非常予以肯定的 这应该算得上是首次将动态难度 带入到此类硬核动作游戏中 也非常契合三国的时代背景设定 但为什么说有点教玩家玩游戏的意味呢 因为士气系统就像游戏在逼你去画镜一样 逼着玩家去认真舔图 其实探索本身也是游戏的一大乐趣 奈何人王系列的堆转问题和地图设计问题 一直是游戏的两大弊端 卧龙确实在人王的历史遗留问题上 有点改进但不多 比如这次失足落水不会再落命了 但如果此时你身上没有回血道去 那么空血的情况也何等死无益 怪队依旧是系列跑图体验上的老大男 不过能喊上两位三国名将与你同行 打群架确实没那么怂了 但也只能算是治标不治本 好在卧龙BOSS战的设计演出依旧非常出彩 吕布张辽等几场战斗都令我印象深刻 尤其是前期虎牢官的吕布 这场战斗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忍者组 在本作BOSS战上的设计水平 整场战斗会在马战和步战两种形态间切换 吕布乘骑赤兔马时会对玩家进行骑射和奔袭 下马后远距离奋力开弓 近距离则以方天画戟对玩家展开压迫感十足的近身猛攻 在动作和演出设计上 吕布的履历 骑士 马术这些人物特点都得以充分展现 吕布大开大合的招式又是玩家前期最好的画镜老师 如果能顺利拿下吕布 可以说至少已经掌握了九成本作的战斗诀窍了 还有一些比较有创意的战斗 比如在后期我们再战魔化吕布时 甚至可以跟吕布打网球 聊完战斗我们再来看看沃龙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 演绎三国乱世和中国神话传说的 相比耳熟能详的三个故事 本次人这组对于游戏中各路牛鬼蛇神的设计 是我在游戏发售前更为期待的部分 山海盯中对各类异兽天马行空的想象让人神往 然而由于技能限制 国内开发组很少将其完整呈现到我们眼前 之前玩人王时 我就对游戏中还原的那些日本妖怪很着迷 无论是面目可不 将三张鬼脸藏于牛车之中 伺机攻击玩家的冷车 还是手持大棒甩发好饮的九腿童子 都让我在享受富有挑战性的战斗之余 愿意耐心去领略这幅白鬼夜行图 据于忍者组的艺术审美 这次游戏中对中国怪物的还原 当然没有让人失望 此前出现在早期PV 及首次试玩中的怪鸟 正是山海经中记载的 身似蛇身 三足四尺六眼 所到之处便会招致腮祸的酸语 随着终极试玩版的解禁 白手赤足壮如猿猴的朱雁 以及处词和淮南子中记载的 《大猪封锡》也在试玩关卡中 让玩家小事牛刀 此前在宣传PV中出现过的熬夜 就算在正式版里和他正面交了手 也要去查阅一份资料 才知道这是山海经中的哪只怪物 其中牛身四角豪如皮作 在对比游戏中的boss赢将 不得不令我感叹 忍者祖在怪物设计上对文献的还原度之高 除形象之外 妖兽的出现也有其寓意 例如猪焰者剑则大兵 既传说这种野兽一旦出现 天下必将发生大乱 将猪焰设置在前期黄金之乱的关卡里 揭示乱世的开端 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如果在战斗中来不及细细品味 赤足组在怪物形象设计上下的功夫 不妨在打boss的疲惫之余 查看一下游戏中的图鉴 还会发现新的定性 游戏中最常出现 也是在游戏前期带给玩家不少困扰的猖鬼 即老虎形象的妖怪 实则指的是被老虎吃掉后 化作老虎奴役的鬼魂 因此在图鉴上我们可以看到 老虎的咽喉处还有一张可怖的人脸 冤魂则会引诱其他路人来供老虎捕食 成语为虎作娼 正是来源于此 不过目前游戏中出现的妖魔种类还是偏少了 导致游戏中后期 我们基本还是和见过的敌人战斗 希望后续的三个DLC能在妖魔种类上多做一些补足吧 除了对妖兽的还原 对各类武器甲州的刻画 也算得上是忍者组的拿手好戏 不过相比人亡 要对三国各类兵器和护甲进行还原难度 可要高尚不少 日本战国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明朝 离当今不算太远 很多战国武将的甲州形象也都保存至今 可供参考 像游戏中本多中生 真田幸村这些知名的日本武将 他们的铠甲造型 基本和我们现实中所能见到的 别无二致了 然而三国时代与我们相隔1800年 出土文物偏少 当时的文献也很少会对名将的外貌衣着进行描述 再加上汉石的盔甲实用性要远远大于装饰性 如果真的要做到考究还原 恐怕就要在观赏性上做不小牺牲了 卧龙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应该当属张辽 虽然夏侯兄弟出登场时也都穿上了汉制甲咒 但跟辽臣相比 过得还是没有那么延迟 张辽的盔甲设计参考的应该是 汉末三国时期多用于防御割击的盆领铁铭 以及靠肩带固定在前胸后背的两当铭 在这副形象之下 张辽出登场时 我也是差点没认出来 尽管看得出制作组还是在不遗余力的 想要表现出张辽的威严霸气 辽神的过场CD和Boss战 在游戏中也称得上首屈一指 但如果你不跟我说这是张辽 我也能把他认成是曹仁或是庞德 只能说这是为了追求一份历史沉浸感 而牺牲的一些个性和辨识度吧 可能仁哲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全员都穿上统一甲照 可能真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所以在其他三国人物的设计上 尽管比隔壁无双组要克制严肃了许多 不过看到曹老板和信长的经典壮脸 袁绍额前那撮雷打不动的白发刘海 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无双的影子 就像在我们使用18万兵器里 既有破刀补自己 焊铁剑之类还原历史的战场使用兵器 但也不能丢了青龙艳月 方天画戟 这些演绎中经过艺术加工的神兵力气 可能玩家会有一种矛盾冲突的感觉 但毕竟作为一款东方玄幻题材的历史游戏 忍者组势必要在游戏性和观赏性上做一些取始 老实说张聊的设计其实并不算差 但游戏中明显有更为成功的例子 提及赵云 我想大多数人脑海中蹦出来的 都是一位英姿萨爽的少年将军形象 然而在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云别传中 其实都没有对赵云年龄的明确记载 关于长相外形也只有云别传中 云身长八尺 资言雄伟这样一段简短描述 我觉得正因为资言雄伟四字太过笼统 才给了忍者组足够的发挥空间 去设计这样一个全新的赵云形象 而让赵云以这样一副 更为写实老成却又不失英气的形象世人 也是为了更贴合游戏硬核诸死的世界观基调 至少卧龙的这版赵云 确实在游戏中更具代入感 且没有偏离大众的认知 白袍披甲 银枪白马 这些标志性的特征还是能让玩家一眼认出 这就是赵云 其实这也算得上是忍者组对三国人物的一种颠覆吧 而另一位带给我颠覆感的便是吕布 只不过他的颠覆主要体现在剧情上 这里因为会射击剧透 所以就不展开讲了 只能说 在不改变历史大主线和个人命运的前提下 对历史人物的人设这部分进行魔改 也并不是不能接受 至于改的是好是坏 就全凭玩家个人的接纳程度了 总体来说 大部分我们所熟悉的名将 速到的还是相当成功的 而且毕竟本作的故事也仅是三国历史开端部分 只能算是一道开胃菜 能不能讲好故事 可能要等到沃龙2才能见分晓了 最后做个总结 本次沃龙在PS5上的整体表现 应该说比较符合我的预期 对于PC优化出现的恶劣情况 我也深感痛惜 战斗和系统层面并没有吃人王的老本 也很大胆地做出了自己的创新 但各种体验上并不显眼的问题 还是让本作的战斗有些美中不足 在故事和文化考究方面 也看得出制作组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当然这也有赖于这次沃龙的开发中 有很多中国设计者的加入 因此在全中文配音和许多艺术设计的 中国本土化表现上 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尽管沃龙的表现并没有超越人王 对于忍者组自身而言 也不能算作是一次自我的突破 但在大量的三国题材的游戏中 沃龙依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就像我前面所说 沃龙苍天陨落 还只是这个系列的一道开胃菜 但已经足以勾起我的食欲 希望光荣及开发组 能够总结这次作品中遭遇的问题 也能够听取玩家的反馈 让我们真正再目睹龙腾欲飞之英姿吧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